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9月7日 我们都知道索罗斯是美国的著名的亿万富豪金融家 他曾经在前不久写一篇文章专门批评习近平毫不留情 讲到习近平是独裁者 现在他又发表了一篇文章 9月6号他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专栏文章 他批评谁呢 批评贝雷德集团 这个集团是美国最大的投资资产集团 了不得 最近这个集团对中国进行了投资 这个事很令人震惊 所以索罗斯站出来批评贝莱德集团 也就是黑石集团 他说他现在向中国投入数以实际的美元 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 那么我们都知道 全球最大影响投资集团 竟然现在这个时候冒风险投资中国 那习近平肯定是高兴了 他说对于贝莱德客户来说 这很可能会赔钱 更重要的是 这将损害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的国家安全利益 现在这篇文章在海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今天美国之一做了报道 也就今年的8月30号 总部设在纽约的黑石集团 成为第一家外国资产管理公司 被允许在中国运作和管理共同基金等投资产品 被中国个人提供投资产品 两月前 该公司获准在中国开展全资拥有的共同基金业务 现在这个中共非常狼狈 非常孤立 没有多人投资 所以这个黑石就捡了个大便宜 他认为自己可能要赚大钱 但是索罗斯不这样认为 索罗斯说 贝莱德看来误解了习近平政权区分国营和私营企业的言论 索罗斯说 习近平的政府现在所有公司 把所有的公司都看成是一党专政的工具 这个认识是非常清醒的 因为这种专制统治 你觉得在他的领导下 国营企业是国资委来管 私营企业 私营企业 民营企业 他可以掠夺 随时可以抓人 像吴小辉 小建华 叶简明 还有孙大午 这案件 充分说明这一点 索罗斯表示 贝莱德的基金经理们 一定了解中国的房地产思想 市场正酝酿了一场巨大的危机 他们可能相信 留向中国的投资基金 将帮助习近平应对这个情况 也就是说这些贝莱德基金经理们 被中共给收买了 但是习近平的问题远比这个要深 中国的剩余率低于政府公布的数字 而习近平试图提高生产率的努力 令情况更糟 习近平最近还提出共同富裕 从根本上改变了发展方向 对外国投资者预示着不祥 这确实是这样 但是习近平也受到了挫败 受到了阻力 来自李克强排席的阻力 所以他的进展不是那么顺利 中国前程有某种不确定性 索罗斯说 2022年习近平面临一个重大障碍 他力争绕过邓小平确立的任期限制 成为终身统治者 索罗斯说 习近平这个进程 从去年开始 最近达到了高潮 他观察得非常准确 自我吹捧 从去年开始 现在达到了一个高潮了 你看新华社 人比较央视 统统在吹捧习近平 包括教育部 小学生 从小学就开始学习习思想 你不学不行 那已经取消了 但是习近平思想 却要学习 他说 10月去年 10月突然取消 阿里巴巴旗下 蚂蚁集团的首次公开上市 随后 网约车公司滴滴出行 在纽约上市几天 就遭到了整肃 由美国投资的 中国课外辅导 培训行业 遭到毁灭性打击 他在这指 那个 算卷 算卷运动 这些对海外市场 造成巨大负面影响 另在纽约上市的 中国公司和空壳公司 受到了重创 索罗斯批评说 贝莱德是近期唯一的 试图与中国做交易的公司 也许现在比较孤立 正因为这样 中国给它开绿灯了 这个黑石集团和中共的交往 相当深 有了已久了 以往的投资还可以宣称 拉近两国关系 从道义上讲得过去 但是目前的状况完全不同 索罗斯强调 如今 美国和中国 卷入了两种治理体系之间 生死存亡的冲突 压制性的体系 和民主的体制 其实不是治理体系 社会制度不同 一个民主 一个专制 完全不同 一个是西方的自由民主 法治的价值观 一个是什么呢 独裁 专制 没有言论自由 这样一个价值观 没有办法 无法相容 香港这问题就说明了 一国两制不能长久 不是你进就是我退 不是我退 我进是你退的 双方是不能暴容的 索罗斯重申了 贝莱德的投资 危害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的安全 他的意思 他因为是个投资公司 很多人的钱 偷到他这里 他在那里 从从盈利 当然他也冒一定的风险 因为诸如中国的资金 将帮助支撑习近平 在这个国内进行压制 在国际上富有富于侵略性的政权 这笔钱对习近平来讲 具体是大钱 这个钱是注入一个强行计 一个活力 习近平高兴坏了 这个的确是帮助习近平 实践他的狂妄的政治野心 反过来也是害美国 所以这个贝莱德的帮道门 那么索罗斯和美国国会 应当通过立法 授权美国政治交易委员会 限制流向中国的资金 当时在川普那个时代是够猛 但是川普时间干的时间太短了 如果他再干一届的话 那可能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现在看来很难 索罗斯说 这个农历应当受到跨党派的支持 现在民主党派 现在民主党 现在拜登对这个问题 好像是比较模糊的观点 好像存有一些希望 要改善和中国的关系 继续勾兑 那么路透社报道说 贝莱德集团 没有立即回应制品的请求 你即使是索罗斯讲的话 人也不在 人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 言论是自由的 另外黑石集团也是心里有素 我估计他们是不是认为 习近平这个政权存在不会太久 他垮台了 是吧 你重新改革开放 他就索罗 贝莱德不就捡了一个上级 报道表示 中国的投资者 对当前今年一连串的监管整肃和打压 感到恐惧恐慌 从科技巨头公司 到私人科外培训机构 大批公司都受到影响 从今年2月起 近1万亿美元 约6.5万亿人民币的股市资金 或市值被抹掉了 的确是现在这个风险是很大的 但是我不太清楚 贝莱德为什么敢于这样投资 但我认为习近平 这种倒行逆施的路线 不会持续长久 很可能是很短的一个时期 那么当然这个期间 如果说习近平继续狂妄 比如说从阿富汗 这个重建当中 他得到了好处了 像有些人预测 习近平更加的自信了 要武功台湾 武统台湾的话 挑起了战争 那可能这个就可以显示 到那时候就足够的证据来证明 就贝莱德投资的失败了 现在你还不能说他失败 日贸很大的风险 可能他压的就是这个宝 一旦比如说突然间哪一天 党内这些对立派云集起来 是吧 元老们 新贵们 驾着红二代 还有一个什么江派 胡派 给习近平突然间搞下去了 是吧 那你这个 他就重新改革台湾 那你贝莱德这个赌注就亚赢了 是吧 这亚赢就赚大钱了 是吧 因为人家就趁低潮进去了 获得了所有的优惠政策 拿着牌照也很完整 大牌 是不是 这个就很难讲了 的确是中国是风险最大 也拥有最大的商机 所以说这个索罗斯 他是一个很有远见的 通脑清醒的这样一个商人 他现在的立场是对的 我认为 但是这个黑石集团能不能听他的 我看是不会听他的 是不是 人家有人的决策的依据 那么今天的海外其他节目 这小单元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 谢谢